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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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一個機車人 紅火球 今天呢 要來幫我媽的大燈 做拋光處理 那當然外殼的部分也會做處理 但是我會分成兩部影片來拍 為什麼呢 因為會用很久 對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我們先把車上的這個東西拆下來之後呢 我們再把大燈拆下來 大燈拆下來的話 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這個後面有四顆螺絲 是固定大燈的螺絲 把四顆都轉下來 整個大燈就可以下來了 OK 那我們大燈就這樣下來了 這個殼真的是還蠻豐鬆殘組的啊 能斷的都斷 呵呵 好 放旁邊 今天的主角呢 就是這個 已經霧化很嚴重的大燈 那這個霧化大燈呢 我們就要來幫他做一次我們的 回春整理啦 而且我發現一件事情欸 這個角啊 這個角竟然斷掉還黏在這個上面 呵呵 好 我們先把這個 把這個角拆下來喔 這個角之後應該也會用 圖圖的方式把它補回去啦 塑鋼圖把它補回去 嘿 但是那個 下一次再說 我們這次主要處理的是這個霧化大燈 它這個霧化大燈已經很嚴重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雖然沒有到世界級嚴重 不過應該有得亞洲級嚴重了啦 還不錯吧 那它的灰塵也是還蠻可怕蠻髒的喔 所以呢 我打算先把它擦一擦好了 要不然我的手等一下全部都是灰塵 拿濕的抹布把它稍微擦乾淨一下 我有超黑的 超級黑的 但是這種車就是這樣欸 有拆到才會順便處理 沒拆到就是放給它爛 那因為這個裡面有大燈什麼的 我怕洗完之後 水會進去就很難弄出來啊 所以我就不水洗了 好的 那稍微擦了一下 抹布就變得這麼黑了 稍微給它擦乾淨了啦 我們正面把它擦一擦吧 那其實網路上流傳的一個方法 恢復大燈殼的方法 大部分都是把最上面那層磨掉啦 那磨掉之後就可以恢復它的光澤 但我不確定這個適不適用這個大燈啊 但是我們可以來試看看 那網路上一般都是用很細的沙子去磨 但是我沒有這麼細的沙子 所以說我就拿比較常見的 2000號跟600號來磨試看看好了 OK 那我找到了一些沙子 這些都是我以前留下來的 那我剛好有找到800號跟1200號 還有2000號的沙子 欸還蠻剛好的嘛 以前我應該有做過拋光什麼的 所以才會買這種浩素的沙子 那我們就開始來磨吧 那這種沙子是屬於水沙子的部分 所以它是要加水的 欸我的水咧 所以我也準備了水 要來噴在我們沙子上面 然後去磨它啦 那我們就先從800號的開始磨吧 那這個過程其實還蠻枯燥乏味的 所以說 嗯 等一下直接跳過 OK 那我們完成了800號的研磨 那我磨成這個樣子 就還算不錯啦 把黃黃的地方磨得差不多了 對 我覺得還不錯喔 比一開始好一點 那800號的我也磨了好久 稍微酸喝 那我們就來換1200號的吧 我們用1200號的水沙子去磨啊 OK 我的手快要斷掉了 沒有錯啊 我最近訓練的還蠻不錯的 我的上下磨的功力越來越厲害的 1200號的沙子被我磨完了 給各位看一下全品 喔 好像有比較透明喔 黃色的地方越來越不明顯了 啊 對阿 好 還不錯吧 好 那再來就是2000號的部分啦 2000號的沙子 開磨 OK 我2000號的沙子也磨完了 對 我手真的快要廢掉了 2000號的沙子在這裡 你看就Q起來了 Q起來啦 那我磨成了這個樣子 不知道看起來跟1200號的好像沒有太大的區別 好啦 那我們磨完這個2000號的沙子之後呢 還沒有完 我們還要用粗蠟去磨它 對 我開始後悔為什麼要拍這個影片啊 累死了 這個幾十秒的東西要花我一兩個小時去弄啦 啊 好累啊 好累啊 那是我們的神冰利器三彩水蠟 開始研磨它吧 剛好這只能用布去磨它 倒點上去啊 好 可以 好 你們覺得一樣就是用這個蠟 然後磨這個表面啊 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就對了 嘿嘿嘿嘿嘿嘿嘿 看過這沒有喔 看過這沒有喔 齊梨畢看過沒有啊 好 小老鼠都走大啊 終於把我們的這個磨得差不多啦 那我最後並不是用我們的 三彩水蠟去磨的那個垃圾東西 不要用它 我用我們的電鍍膏 就這個號稱德國進口 但實際上應該不可能的電鍍膏 250塊超好用 它磨出來的成品就長這個樣子 哇喔 有沒有 是不是 有沒有差很多 完全沒有黃黃的感覺啦 那雖然說你跟新的比起來還是不太行啊 但是它已經很厲害了 那我用電鍍膏磨了很久 磨到手快斷掉了 就磨出了這個形狀出來 這個成品出來 大概磨了兩個多小時來 那各位想練麒麟筆的也可以考慮自己磨看看啊 或者說你吃飽太鹹沒事做 想要鍛鍊一下身體 不錯吧 好啦 那現在就是要來把它洗乾淨啊 OK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它上面的電鍍膏全部擦掉 然後用衛生紙把它擦乾啊 這樣比較快 衛生紙擦乾它就好了 當然跟新的還是沒有辦法比啊 但是我覺得它已經好非常多了 至少看過去它是透明的並不是黃色的 可以直接看到裡面的大燈是用 我們所謂的HID的大燈 在那個年代用HID的大燈 算是比較好一點的車才會用HID的大燈 那個年代的代步車主要還是在用一般的乳素燈泡啦 但其實改裝都很容易 因為它的反射面都是共用的 但是這台是原廠配的HID大燈 因為這台算是當年比較高配的版本吧 另外一台我們家另外一台步步就是 當年比較低配的版本就是用一般的乳素燈泡 那現在低階車也都是用 那個一般的這種HID大燈的啦 高階車都改LED燈了 時代變得真快喔 好啦 總之呢這樣子就弄好了 再來就是要來噴漆了 那噴漆之前呢還是要把我們報紙包一下 所以說我拿了一些報紙來包喔 然後就拿報紙稍微包一下 那怎麼包就freestyle啦 各位有想法就自己包 那不要包也可以啦 因為我們噴漆是透明期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大的差別 只是我想包一下而已 嘿嘿嘿 誰知道這些噴漆噴到線路會怎麼樣 那我真的應該考慮去買一下我們的那個 紙膠袋啦 要不然我的膠袋好燒喔 我應該去買一下紙膠袋了 要不然我每次都用這個膠袋超浪費的啦 都用電火鍋 我把它包成了這個樣子 稍微包一下而已啦 沒有包得很完整 因為我們噴的是這個東西 這是透明期啦 所以說就算噴到外面也看不太出來 那就算噴到外面 外面的殼也會把它照住 加上這台不是我的車 嗯 重點應該是這個 所以說 反正就這樣啦 隨便包一下 因為也累了 用很久了 那我們就直接去噴漆吧 OK 那我就拿這罐透明期來噴啦 沒想到這一罐是新的欸 我都忘記我有 嗯 還有一罐新的啦 我以為它是用過的 那我們來試試看 噴在包子上面 感覺怎麼樣好了 因為放很久了 不知道還沒有用 欸 感覺還不錯吧 就 我再噴一次給大家看喔 有沒有 這裡有點白白的 那這個就是透明期啦 所謂的精油 好 那我們就 開始噴在我們的這個燈上面吧 那我預計噴個兩層就好了 然後再等個兩三個小時讓它乾 OK 那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那個電鍍膏可能沒有擦得很乾淨 讓它有些奇怪的紋路產生了 那現在有點緊急好了 沒辦法我們先 把它擦掉從拋一次 然後再噴漆好了 那這段我會剪掉啦 那各位要記得一定要用肥皂水清洗鍋 不得下午這樣直接噴 要不然變成這個樣子 如果可以經過剛剛的失敗 我終於把它全部再磨回來一次啦 有夠累的 那這一次還是要噴 對 我們從哪裡掉 我就要從哪裡站起來 但這一次我要用非常徹底的方式 把它洗乾淨啦 我是不是該去拿個洗碗筋啦 對 我該去拿個洗碗筋 然後我拿了菜瓜布 幫你洗碗筋 欸 很多泡泡 好 這一次要把它徹底的洗乾淨 那後面這個包袖就不死了啦 然後把它完全洗乾淨再噴漆啦 要不然等一下又要像剛剛一樣 一點點的 這樣就晴空又精細了 OK 我們嚕一下 這樣應該就很乾淨了吧 等一下噴漆的時候 應該就不會再一點一點的了吧 那我們放著讓它乾一下吧 好的 那現在就來噴漆 沒有 其實我已經噴好一層了 只是剛剛沒有按到露營 對 有點白癡齁 那總之這就是第二層啦 第二層就是結束的那一層了 那我等一下應該會給它曬個一段時間 再把它拿下來吧 感覺有點詭異欸 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粗糙不平的感覺 那希望我們再噴第二層吧 這次應該噴得比較徹底一點 OK 我們的噴漆終於乾了 那效果就差不多這個樣子 還算可以啦 當然是沒有新的來到喔 但是我覺得還算可以 那最後就是我們在用我們的 三材水蠟再拋一下下 這樣就可以大功效成啦 我們就可以拆報紙 然後把它裝回它的殼上啦 那我們就用三材水蠟拋一下吧 那我們這個乾淨的布就可以了 OK 差不多就長這個樣子吧 嗯 還算可以啦 還不錯吧 好 那我們就把後面這個報紙拆掉吧 好 我們拆掉之後再把它裝回去這個 我已經處理過的 嗯 麵罩 放進去吧 那原本那個斷掉的鎖點 我也是把它補起來了 再用四顆螺絲固定起來就可以啦 OK 這樣我們就鎖好啦 那就長這個樣子 欸 還不錯吧 那上面那個破掉的利潤位 把它補起來了 那可以去參考另外一個影片 那這個大燈 嗯 雖然說當然是沒有新的來的好啦 但是已經比之前那個黃掉的好 非常非常非常多啦 至少它現在看得到裡面的燈泡是用HID的燈泡啦 呵呵 還不錯吧 好啦 那再來就是把它裝上車就完成啦 OK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如果想看更多這種 汽車機車DIY類型的影片呢 或者是一些電腦相關的影片呢 那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囉 哦 嗯 os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